哪個地方會NG 因為他的工作表名稱會不斷變動 但是他錄製的時候是錄製當下的 所以會變成說你要把它改成可以隨時改變的狀態 不然的話,他會出錯 那怎麼改呢? 這個可能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就是工作表名稱會不斷改變 那你要讓他可以隨時跟著連動 第二個的話,他執行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 我在IF8 我讓他可以先弄 這個好像有 這個 這個少一個這個 好像是剛剛漏掉了 那我來執行給各位看 第一個當然你會發現Add 續著Add指的是新增工作表 這工作表後面Add 所以他會新增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敘述的話是說 他會在目前的工作部裡面 增加一個叫Private Cache Private Cache 就是蘇牛分析表 他會把資料先放在這個Cache裡面 那這個Cache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這個資料 資料指的是這個 儲存格裡面這個範圍 不過跟各位講 這邊也可能是一個陷阱 Version指的是版本 是6 所以如果版本不一樣 以後你換個地方也會不一樣 所以一般我是建議 如果你看到有Version的地方 我建議這個參數 跟這個參數 可以把它低調 以避免說你換一個地方 會沒有辦法跑的問題發生 這個地方先講一下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哪個地方? 因為現在出來的名稱叫工作表10 可是你入製的時候 它叫工作表7 然後金湯號指的是說 它後面的儲存格位置 是在R 我剛剛講過 R是什麼? R是列 意思是第三列 CE的話是第一,藍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避免這個錯誤的話很簡單 你乾脆不要跟它指定哪個工作表 那就是意思說 目前這個工作表的R3就是第三列 所以意思是A3的意思 所以這個指的是A3的儲存格 這個其實R3、C3指的就是它 那前面這個可以不指定 所以第一步 如果你想要讓它不發生問題的話 那可以把工作表多少的金湯號delete掉 意思是說 反正就這一個工作表的A3就對了 OK 那你說老師 那可是這個A3我看不懂 我可不可以改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什麼? 你可以改Range A3 也可以啦 但你如果直接改A3 我記得好像這不行 你可以改另外 所以我這邊其實 如果你要改成你看得懂的話 你可以用Range物件 Range 然後A3 A3 然後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如果你不想改 你就用剛剛這個也可以啦 這個我想這兩可 因為我覺得比較需要改動的應該是 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delete掉 這個也可以delete掉 然後把工作表名稱也滴掉 其他不動 應該就可以過 看看F8 可不可以過 可以過了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剛剛那個沒改的話 你就會卡在剛剛那一行 然後它要把游標切到 這個工作表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兩行其實是可以把它delete掉 因為它要把它放在工作表 應該工作表有10啦 可是其實沒有工作表7這東西 所以如果你執行它 它會出錯 它意思是找不到的意思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拿掉的 那我先把它前面加單引號 先讓各位知道說 這個我會拿掉 另外的話呢 這個地方的話 游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A3啦 其實就放在這裡 如果這個沒有也沒關係啦 你不放它還是可以work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我們是先把那個黏拖拉到列對不對 然後再把黏拖拉到尺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這樣的順序 錄製劇的話 也會出錯 那如果你不想出錯的話 有個技巧 就是你錄製劇的時候 我們剛剛拖拉的時候 黏先拖拉到尺 再把黏拖拉到列 錄下來的劇集 就不會出錯 你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試了很久 發現有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剛剛是先列在尺 結果會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是先列 然後再尺 結果變這樣了 有沒有發現 就悲劇了 好 那你說如果我顛倒了 其實怎麼知道哪一個 其實列是這個啦 直是這個 你看得懂吧 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我大概先 我把它顛倒一下 把它顛倒有沒有 當然你如果錄製的話 你就是 拖拉的順序很重要 先直再列 這個喔 因為我時間的關係 我不重錄 我讓它重跑一下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我再跑一次給你看 所以我剛剛其實沒改很多地方 但是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一個地方沒改正確 其實都卡住 F8 然後Catch沒問題 那我只是說把 那個順序顛倒了 先拖拉到直 再拖拉到列 應該有印象嘛 把它顛倒囉 所以先直 再列 看看 我看看 有沒有發現 結果居然完全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試了很多次 因為我剛開始也是弄派 奇怪不對 我明明做錯 為什麼一直出不來 但是如果你有答案的同學 你早早看 如果你有發現 也有什麼樣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說真的 我也找不到答案 但是我顛倒順序就OK了 這點我也是不太理解 OK 好 所以先跟各位講 大概有這個問題 最後的話就是隱藏那個篩選結果 所以把102Delete 隱藏起來 所以隱藏是這個 叫什麼 Private Item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知道這個屬性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有沒有 Private Item 然後再112 Force 這樣都OK了 所以最後的話 你就再把註解加上去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然後產生一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就是先 拖拉的話一定是什麼 先拖拉這個 再拖拉這個 這個很重要 OK 所以喔 先這個 所以錄製聚齊 剛剛就NG了 你可能要重來 如果你不想重來 你就把程式顛倒一下 這樣子就沒問題了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呢 我們就得到最後的結果了 請各位試著做做看吧 這個是一些 可能錄製聚齊要特別注意的點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這個練習 我建議各位也可以再把它先存檔一下 因為下一次上課 我們原則上 還是會 所以 從這個練習 再往後 所以 盡可能 如果可以的話 你看看 存檔 存在隨身碟 或者是說 某個地方 那下一次開起來 你就不用再重新 從頭再做起 反正我們其實是把上個禮拜 的人工作業 轉變成 自動化流程 那其中 後面樞紐分析表 可能會比較多的一些擂區 這個可能 要特別注意 那細節啦 也許下一次我們還會再做複習 所以建議各位回去 可以稍微把這個部分再複習一下